Hello 大家好 我記錄一下 今天我在內地爆了胎怎樣處理 剛剛我在珠海的航空新城 現在這條車胎是爆了的 因為我這條好像不是防爆胎 流了氣 所以我就不敢開了 它是極速流氣的 它不是慢慢慢慢的流 所以我只能停到路邊然後叫救援 我在內地是有買這個保險的 我的保險是人保 我就叫了人保的緊急道路救援 它是50公里內免費的 就在這個位置 就直接就在人保 微信的人保搜尋 然後按道路救援 你跟回資料打進去 救援就會來了 就選擇交用車輛 因為它不知道為什麼 綁定不了我的電話號碼 我直接就代他人申請 其實都是我自己來的 只要你的車的車牌號碼 是跟他保險那個掛勾的話 是叫到的 那我剛剛就叫了人過來 那師傅呢 也都加了我的微信 然後呢 他就直接過來這邊 幫我拖去補胎店那裡 現在我不敢開 因為我怕我再開 是會弄爛了那個 那個那個那條連結 那現在就等救援隊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次的經歷是怎樣 好了 那我現在路邊 那其實我是4點的33分 叫了救援的 那現在過了11分鐘 那拖車師傅就說呢 大概20分鐘都到的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要 真的要做的話是怎麼辦的 那首先就是要這裡 到路救援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叫過了 我就看我自己紀錄先的 那就是 我是代他人申請的 那在這裡呢 輸入你自己車牌號碼 貼上吧 那然後選擇 地區 我是這個 廣東 OK 好 跟著之後呢 那就 身分證號碼 那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那然後我按回歷史紀錄進去 那就看到我自己的車 那它裡面看到現在的狀況 那其實呢 救援師傅已經出發了 那我是這個 原來我是4點30分去call的 那現在是4點45分 過了15分鐘 那就看一下我們的道路救援幾時到了 它直接就會call到自己 最近的補胎店補了一條胎 然後再看一下再想換胎 完全漏氣了 現在不敢開 那我現在沒有用Stabilizer 所以可能鏡頭會有點震 對了大家請見諒了 好 看一下師傅幾時到先 好了 現在的時間是 5點03分半個小時時間 那道路救援已經到了 記住這個道路救援呢 有買保險是免費的 那我忘記了可以幾次了 那 就準備要拖車去就近的補胎店 那師傅現在準備下來了 那其實全城都有保持著溝通 那還有呢 他也是用微信定位來找我的 那我就加了這個師傅的微信 好了 師傅一直就幫我們去做一些登記用紀錄 那就是要行駛證 車時 車頭 車架號碼 那全部都要做一個登記 那就OK的了 好 好了 那我就自己開了上來這個車上面了 現在就看看他怎樣去把它綁好 好了 師傅現在就在這裡綁著車 上來最上面了 好 那用了一些時間之後呢 我們就把車拖了來附近的一間維修店了 那就是換輪胎維修店了 那首先看看保不保到這條輪胎了 如果保不到就直接整條換的了 就要一換就要換兩條了 好了 那最後就完成了 現在就開始整架車看看是甚麼事了 那我這邊呢 就要跟師傅去簽個字 那就完成了這輪拖車了 那拖車呢 基本上道路夠換 50公里是免費的 那就等人看看是甚麼情況了 要不需要換輪胎 簽字 好 好 最後呢都是救不回 補不到輪胎 那然後呢就要換了輪胎了 那他現在在拿貨 40分鐘之後才有 那我就叫車去吃飯先了 那晚一點呢才再回來 那整個過程都OK的 那這次換輪胎的費用是1350元 那大車的輪胎 對了 那就今天那個體驗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喜歡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OK 拜拜 拜拜 好啦 吃完飯了 那天都黑了 那就換了輪胎了 那就把這條輪胎換到後面這裡 那然後這個呢就用舊的 因為我前面是要領個方向的嘛 那所以就搞定了 那這就是全新輪胎了 那老實說 內地換輪胎呢 我想價錢和香港差別不算是太大 但是這些是消耗品來的 那沒辦法 那還有我們都要急著用 那都是要換了啦 好 回家